這個問題他提到說水是人類跟其他生物所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 這個影響民生工業的影響程度很大 那有關於水的淨化 現在他要問你的是有關於水質淨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注意他是要選錯誤的 通過濾氣是最常用的消毒法可以用來消除水中細菌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個你從國小就聽過 B選項 活性碳可以有效的吸附水中有機雜質及金屬離子 這邊特別提醒 他可以吸附有機雜質 但是他沒有辦法吸附金屬離子 所以這個是有疑慮的 所以我先做一個記號 再來 鋪氣是用來增加水中的溶氧量加速水中的微生物分解有機物質 這也是正確的 鋪氣就是要讓激起水花融入更多的氧 那他的目的呢 是希望水中的那些微生物啊 藉由這個氧化 就是他要去代謝這些有機物的時候 他也必須消耗掉氧氣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讓水中的一些有異味啊 或者是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有機物質啊 就會被分解掉 藉由這些微生物的幫忙 再來 諸選項 凝聚法是在水中加入冥凡等凝聚劑去吸附水中顆粒很小的懸浮物質 這也是正確 我們再複習一下這個冥凡 冥凡呢 它的化學式應該沒有很多人背得起來 冥凡它的化學式呢 它是硫酸甲鋁鹽 所以它是有甲跟鋁 這樣子的話正一正三 總共正四嘛 然後兩個硫酸跟離子 12個結晶水 像這樣的一個鹽類啊 它是一個複鹽 這是正一 它又稱為複鹽 比較複雜的鹽類 複鹽 好 那這種同時有兩種不同的氧離子配上氰離子組合 我們就叫它複鹽 那重點是這個部分 裡面的鋁離子啊 它在水裡面 它會產生氫氧化鋁 這是一種膠狀的物 膠狀的沉澱物 這種膠狀的沉澱物啊 它會去吸附水裡面很細小的懸浮粒子 像有時候我們 如果是 把水倒到沙子裡面 你攪一攪 沙子會看起來很穩住 可是你放一下沙子就沉澱 為什麼 因為沙子顆粒很大 可是如果你是 把水倒到泥巴裡面 攪一攪 你讓它沉澱 大部分很快就沉澱 可是上面還是會 很多很細小的泥巴 這個泥沙很細小的 是會懸浮在水裡面 沒辦法一下就沉澱 所以這個水看起來還是會黃黃的 不像是可以喝的水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加入泥帆 它就會凝聚 那凝聚吸附了之後呢 你可以讓它過濾 過濾就比較容易可以過濾掉那些雜質 你可以用簡單的東西就可以過濾 像自來水上就可以用一些 不同顆粒大小的細砂或是石頭 就可以過濾掉 好所以 豬選項也是正確的 再來 一選項 含有鈣或鎂離子的硬水 含鈣鎂離子的水 就叫做硬水 可以藉由加入蘇打而使水質軟化 好沒有錯齁 這邊我寫一下 如果今天這裡面有鈣離子 或者是有鎂離子 加入了蘇打 蘇打會在水裡面解離 它會變成鈣離子兩個 加上碳酸跟離子 好 碳酸鈣在水裡面會解離 那它就會產生碳酸鈣的沉澱物 或者是碳酸鈣的沉澱物 好 那這時候啊 你的鈣鎂離子被沉澱下來了 水中的鈣鎂離子就可以去除 就會軟化你的水質 好那當然 鈣離子還是一樣 在水溶液裡面 那鈣離子的存在不會影響到 這個像肥皂的使用啊 或是它也不會產生這個 水垢 或者是這個 這個鍋垢 類似像這樣的雜質 所以我們通常都 不會特別去處理軟水 要讓裡面的離子都去除 我們是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只要把硬水的鈣鎂離子去除就可以了 好所以 E選項也是正確 好 所以這裡面的錯誤的選項只有B選項 所以我們要選擇的是B選項 再用來一個確切的鈣鎂離子 就是是的 其實我們會做些鈣鎂離子